老子们最近韩国啊 可真是在全球丢脸丢大 这个月初啊 他们办了一场世界级的盛会 就是这个世界同子军大会 各国的青少年千里迢迢地赶过去 结果到地方一丑 还以为来参加鱿鱼游戏呢 环境脏乱差 食物腐烂变质 天气热得像蒸笼啊 暴雨之后呢 场地成了沼泽地 差点被蚊子吃了不说啊 帐篷里边居然还进了青蛙和蛇 短短24个小时 就2500个人进了医院 你说你这大会办得稀巴烂啊 玩了官员们 还疯狂的踢鱼手手锁锅啊 被全世界都骂翻了 最后啊 他们还用卑鄙的小手段 绑架了美女爱豆 来闭幕式表演 强行歌舞生平 所以这个童子军啊 经常看国外电影的小伙伴 可能听过啊 童子军呢 是一种青少年组织 会定期用一些游戏啊 比赛啊 受益奖章的方式 训练青少年 增强孩子的生存技能 和社会责任感 然后呢 这个世界童子军大会呢 会有不同国家的 四万五千名童子军来冒险 学习 交朋友 每四年办一次啊 那这一届呢 是因为疫情 所以耽搁了两年 那孩子们呢 就更加期待了 这个呢 得经过严格选拔 才能拿到资格 而且注意啊 这活动可不是免费的 得花钱 算起来 每个童子军和成年志愿者呢 得花差不多四万人民币 对普通家庭来说 这可不是小钱了 比如这十六岁的英国女孩啊 加布里埃拉 她去之前呢 卖饼干 业余那教英语 晚上帮人看孩子 各种攒钱 好不容易穿越 大半个地球 飞到了首尔 准备开启 十二天的欢乐冒险之旅 那这帮孩子 我还没想到 就这破地方啊 朵拉探险都不会去 现在这个场地啊 在全欧北道 是填海造陆啊 成了这个汉地啊 韩国本来花大饼 说要造一个 郁郁葱葱的森林啊 结果现在呢 就是沙地上 长了几根杂草 你要说土质不行 种不出来 是我都忍了 这硬件 你能不能上点心呢 他们得接送 四万五千个参与者 巴士就准备了 十三辆啊 压根挤不上啊 挤不上的人呢 交通基本靠走 这个现场 童子军的家长就表示啊 这个路标呢 纯纯垃圾 九转大肠都没有擦到 然后这边排水呢 也稀发烂了啊 从今年春天呢 场地积水 就没过了脚脖子啊 拖到开幕都没有解决 然后全世界的孩子来了 直接进了沼泽地 出办方啊 着急忙慌 从全国整了 十万个塑料托盘 那帐篷咋咋咋呢 大家就够凭本事吧 这都算好的了 有个美国童子军的妈妈说啊 她儿子那一帮孩子 就直接睡在地上 还有澳大利亚和英国的童子军 因为托盘不够 两边端打起来了 而且前几天啊 差不多是一年中 最热的时候啊 场地最高温度35度 湿度呢 百分之90啊 这块本身就没啥阴凉地方 饮用水那一杯 晒得挺热乎的 很快就有一对孩子 脱水中暑了 主持人呢 也没给配防鼠设备啊 吃中鼠的药也没多少 大会开了一天 药就用完了啊 只能临时找周围的医院药 最觉得是呢 因为这个天气呢 173项活动 里边有170项被取消了 隔着大伙 姑爷 外里过来 就是来这 你一摊里边 正上哪儿就完了 要说啊 这次盛会 唯一开心的生物啊 应该就是现场的巨型蚊子了啊 简直那是过大年 你们看这孩子挺让的包 我看了都心疼 还有你们能想象啊 睡着睡着啊 得亏这个附近的 孟加拉国的童子军 给搞定了 更拉胯的是 如果晚上想洗澡 600个人用8个厕所 12个淋浴啊 卫生间脏的 都被粪便堵住了 这淋浴间啊 从侧面还能看到里边啊 垃圾箱都快炸了 也没有人收拾啊 说到这个吃的啊 有的人不够吃 有的人是早餐鸡店都坏了 便利店的零食的价格 一看就奔着载人去了 有不少参与者来了 没几天就跑路了啊 想跑 没那么容易 有英国人啊 救护车四十五分钟 才磨叽着开过来 真的无法想象啊 这次盛会啊 总预算投入啊 居然有1171.15亿韩元 这是啥草台班子办的 钱都不知道花哪去了啊 据爆料呢 说不少大会相关官员啊 都是嘴上说出国考察 实际上拿着公款 吃喝完了啊 事办咋了咋整呢 他们开始拦着 不让媒体采访 那主办方的政界呢 就熟练的运用甩锅技能 前几天他们官方 居然还好意思说 这次童子军大会 保住了国家的形象 最后啊 这个大会呢 因为多个国家提前退出 还有台风 所以就提前取消了啊 然后这个大会 居然还有闭幕式呢 而且还想到闭幕式 强行体面一波 当然因为场地日程 这么瞎改呢 闭幕式表演呢 就很多艺人就没法来了 嗯 骚骚骚来了啊 为了请女团来表演啊 当天呢 韩国金融院对女团经纪公司 上面某个大老板的办公室 做了扣押搜查啊 意思就是 你不来就会找大煤哦 估计在他们眼里边 并不是爱豆淋着雨 进歌热舞 就叫圆满成功了吧 就这么一个活动 让全世界 见识了韩国的腐败 和甩锅能力啊 但是啊 我看他们自欺欺人的状态啊 显然就是 不然我不丢人 丢人的就是别人